何韻詩小姐 何小姐 主席各位 我是一位同志 但是今日我不是来讲同志婚姻 不是讲同志平权 我是为一帮比同志更被边缘化的朋友 跨性别人事发言 我知道社会上有很多人 对于同性恋和性别认同这两件事 依然会感到很混淆 就在去年 W小姐案件判决后 我本人竟然被一名记者问到 变性人现在可以结婚了 那你会不会考虑变性啊 我当时很诧异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来到今天 仍然可以对性小众存有这么大的误解呢 W小姐案件上诉成功 本来是香港性小众权益上的一小胜利 但是现在政府意图将变性定义 收责为完成整项变性手术 然后认为将这个定义写入婚姻条例 就可以草草了事 这样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其实性别重置手术过程是相当复杂的 每一个个案都不一样 有些人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做整个手术 有些人就算完成手术 也都要承受身体上永久的折磨 变性手术对身体伤害性极大 所以有很多跨性别人士 也都选择不去完成每一个步骤 那这些人 是不是就应该被放置在社会的边缘 没有性别 没有身份 也永远没有结婚和组织家庭的权利呢 中审法院建议政府参考英国的性别承认条例 正正就是因为变性的过程比一般人认知复杂 并不是简单一两段的修订就可以概括的 但是现在政府这个草案 既落实不了中审法院的判决精神 也非常不人道 在香港 同志的路难走 跨性别人士的路更加难走 我们应该多谢愿意公开自己变性人身份的朋友 例如我身边的Joanne 他们在饱受身心自和的同时 仍然找到站出来面对世界的勇气 很多的歧视正正是来自不理解 见到一些和我们自己不一样的人 我们会划分为二类怪物 在W小姐案件里面 多次被引用的Corbett案例 案中的变性人April Ashley 她曾经在一个访问里面否认 她说 In fact, what I really wanted 其实我想想 就是想做一个正常人 无论是男孩或者女孩都好 什么宗教背景 胜取向什么的性别 当撇除这些种种的外在差异 我们每一个都是一个人 都希望被社会接纳 享有一个人应该有的权利和尊严 就算你多么守旧 你都必须要明白 我们今天的世界就是这么多元 性别本来也是这么多元 你不认同不代表他们不存在 法律本来就是为了确保 每个人都享有相同的保障 如果事事都必须得到 所有人的认可 小众永远是不可能被照顾到的 我们认为政府对于保障 每个市民的权益 责无旁贷 也应该一视同仁 不能推舍 多谢 好 多谢何小姐